我想今天是這個這一次辦說明會在這邊第二次 那我們後面還會有第三次跟第四次 那今天也聽了很多各位寶貴的意見 那當然有一些對於這個水的疑慮 那這部分後面都會減負這個水路保持的這個計畫 來做一個這個基礎 那當然後面我們也都會提給這個委員會來做這個確認 那當然民眾所關心的剛剛所提到的 的確因為我們過去在申請 我們剛剛這個林主任所提到的包含南北基地的聯通路 還有包含西側剛剛這個洪小姐所提到的八米的聯外路 在我們受審單位的一個關照 往往是這個各位的需求委員會的要求 我們都盡量把它納到裡面來 那包含剛剛的這個西側八米道路 那之前是因為這個台北市財政局 希望能夠把上面的這個開放的體育設施 公園設施能夠藉由這條路來做一個連結 那的確這條路或許它如果是一個車道的話 可能對於環境會有一些影響 也影響到現在可能有一些存疑性的地質的影響 那這條路在我們的想法它是一個靈異步道 那是讓人步行上去的 那當然後面這條路是不是有需要 那後面可能我們剛剛主任所講的 我們也會在這個新納大家的意見 來嘗試的去做一個這個調整 那我想方案不斷的調整 跟大家不斷的一個溝通 它是一個正向的都市計畫的一個過程 那從今天我也很感動看到一個公民精神 在新的一個公民的一個體驗 在都市計畫從過去 比較不常看到的這個民眾參與 在這一次有機會跟大家雙向的互動 那我們也期待說後面走下去 它是可以一直在民眾的參與 跟我們這邊能夠不斷的調整 來讓整個案件繼續往下推動 那我這邊先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謝謝 謝謝